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几乎是你唯一能够最容易着力的一种 不能讲唯一 但是是你绝大部分的人来讲 你唯一可能会写一些小的东西 融入到标准库里头就是写这种东西 其他的呢 算法啦 当然算法也有很小的啊 也有可能你会写一个 大型的算法 容器 分配器等等等的 那个你都不太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都不太可能自己写一个方便去 所以我再讲一次 这个funter是最简单的 也是你最有可能写一个融入到stl里头去的 融入进去做什么呢 辅助你做一些事情 funter 另外一个名字叫function object 那我就叫做funter好了 反函数 我还挺喜欢这个翻译的 像函数一样 这个东西只为算法来服务 前面我有一张投影片 在很前面的地方 我现在把它调出来 大家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非常前面 但是陆陆续续在 在一些地方也都有一再的出现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容器和算法 刚刚才谈过算法这一大部件 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反函数 它只为算法来服务 当算法需要一些独特 不能说它需要 而是你要求它 一些独特的准则的时候 比如说排序 它默认是由小到大 你呢 要由大到小 或者它累计 accumulate 刚才看过的 它在累计默认是用加的方式 你要给它的一个特定的操作 那你就都要用仿 一般函数的形式 或者用仿函数的形式 去告诉算法 算法常常有主要版本跟第二版本 我们就开始用那个第二版本 这就是仿函数 好 现在我回到 刚刚的画面来 算法它其实在语法上 我要谈的是 它在C++语言里面 它是一个 长成什么样子 OK 叫仿函数 所以要模仿函数 所以这个class必须重载小括号 我们刚刚提过了 小括号叫做function call operator 现在这一页所列出来的 就是标准库提供的三大类 三大分类的funkt 这一种叫算术类 这个叫逻辑运算类 这个叫相对关系类 relational 所谓相对关系 我的翻译 相对关系的意思就是指笔大小 所以这个叫equal to 这个叫less 等于或者小于 也有大于的 也有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那么这个算术类有加的plus minus是减 等点点点 可能还有其他 这个逻辑运算类 就是那个bitwise 一个bit一个bit的 这个做end的动作 或者是说or exclusiveor这一种 这种互斥或这种动作 三大类 总共是 我记得是24个 也许在更新的版本 它会再多一些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们的基本长相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它是一个class 当然这里是structure 我一再提过 它跟class是相同本级的东西 里头呢 就是重载这个小括号 这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非常的简单 plus是加嘛 所以它接受的 在这个小括号里头 接受的是x跟y 它做的事情就是把x加y 这个呢 minus是减 所以它所做的事情就是x减y 这个呢 这个叫logical end 它做的是这一个动作 这个是equal to 它们两个等不等啊 接受x跟y 等不等呢 那就看看这一个 要不就真要不就假 传回真假值 不灵值 这个呢 是小于x跟y 有没有x有没有小于y啊 所以这边就做这个x小于y的动作 传回来不是真就是假 等等等 都是非常小的动作 都是非常小的动作 好 加就加 减就减 为什么要把加跟减 或者这些小动作 设计成一个函数呢 因为你要把这些动作传到算法里头去 告诉它这个动作 所以你要写成一个函数 或是一个反函数 现在这画面上的就是反函数 你要传给算法 它拿到这个东西 它才能去做这一些动作 好 我们往下看 这一张图片重点在这个地方 葛诺斯加加独有 非标准 有一些 仿函数 identity select the first select the second 这些曾经在前面出现过 我们在谈 反列表 hash table 我们在谈红黑数 这里头它要去 那个 他们往上涨都是map map里头要拿一个节点里面 复习一下 那个节点里头有key跟data 合起来叫value 要从这个value 这是一个pair 一对东西 要从这个pair里面 拿出key 我们当时就是指定用select the first 还有在set这个容器里头 曾经用过identity 你传x给它 它就传x给你 就同一个东西 这个叫identity 这都还蛮有用的 但是C++标准库 没有规格上没有说 应该要有这些 所以这是葛路斯独有的 非标准 他们的原代码就长这样子 非常简单 identity呢 你传x 它就传回来给你x select the first呢 你传 你传 你传x进去 那是一个pair 那它传common给你 它传这个pair的first给你 为什么这么传呢 因为pair的原代码是这么写的 一个pair里面有两个变量 first跟second 所以现在这边传出来的就是这个first 因为这个名字叫select the first 那在map里面那些节点 key跟data组合起来 key一定是在第一个元素 所以当时就是选用select the first 来取得第一元素 就是key 好 那select the second 传回来就是这个second 就是这里 pair里面的second这个字 葛诺斯伊独有 VC有没有 以前没有 现在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pair里面C 其他的定义器的标准裤 有没有带了 不知道 这都要一个一个看 它独有 但是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很不开心 这个是2.9版的sauce code 原代码 到了4.9版呢 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我没有把他的细节写出来 但是我写出了他的类的名称 让我们不开心的是 名字变了 以前叫这样 现在叫这样 大小写不一样 而且前面加了下话线 另外一个也变了 在这里 第三个也变了 第三个也变了 你不可以这样啊 虽然这不是标准规格书的 但是毕竟是你公开的 你葛诺斯这样子改名称 叫你的用户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这不可以 应该是不可以这样子 不过事实就是它改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页 我们重新回到sauce这个算法 我们前面谈过这个sauce这个算法 当时我用了一些 我写了一些例子呢 我再抄一次在这个地方 我要来谈一个事情 就是像这里的sauce 我有一二三四五次 前三次 好我不看第一次好了 五个sauce 第一个sauce是没有调用第三参数 那么这个sauce里头的写法 就是比大小就是x小于y 用这样来比 至于x跟y两个元素在比 那个小于小于要怎么写 那个跟sauce无关 你如果放两颗石头进去 两个石头怎么比大小 石头这个class要去定义它 好 那这个就是用单纯的 由小到大来排 第二个呢 这边有个注解 拿function来当作compare 比较的动作 拿function 这个浅蓝色这一个 就是这个my function 这是一个单纯的function 第三个sauce 是拿object来compare 绿色的这一个 这是一个class 所创建出来的一个object 不要把它误认为它是class 它是一个object class在这里 所以我这边示范 我们不指定或者指定一个function 或者指定一个function 或者指定一个function object 都可以来命令做sauce的动作 而这两个我刻意的让它动作都一样 都是从小到大排 所以这三个sauce的结果会一样 都是由小到大排列 第四个呢 我的注解是这样的 使用explicitly default comparison 用默认的那一个比较 那其实跟第一个sauce是一样 第一个sauce是没有写 第四个sauce的是 我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 这个less刚刚有提过呀 两个东西在比大小 就是那个less 反函数嘛 看一眼 上面 上面 这个less 你必须指定要跟比什么东西 比大小要比什么类型 好我们再回来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说我要比大小 比什么呢 比整数 为什么我要比整数 因为sauce所要排序的 前头我没有再超过来了 它那个容器里头是整数 所以我要比整数 这一个东西是一个类型 紫色的这个是一个类型 type 我们必须创建的一个对象 放进去交给sauce 所以 这边的写法是 直接加个小括号 产生一个临时对象 这样就传进去了 这个less的原代码也在这里 我刚刚还跑到上上上一页去 其实在这边我超过来了 第五次的sauce我换一个什么 另another 另外一个比较动作 是用大语来比 greater greater的原代码 超在这里 24个算 仿函数之一 那它的动作就是x大于y 看看真或假 看看这个less是小于y 所以在第五个sauce我的排序就变成一个逆向的排序 不是由小到大 而是由大到小 因为我给定的准则规则是这样 比大小是这样比 好 回到前面 这一张所列出来的五个 我前面提过说大约24个左右 五个 刚刚一直没有谈到这个黄色的部分 所以这里面其实每一个都非常的简单 只有这个黄色的可能目前看不懂 你会看到每一个标准库所提供的仿函数 都有一个继承关系 继承谁呢 这个是继承叫binary function 这是一个既然是能够继承想必是class 继承 这个也binary function 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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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需要可以继承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而我们自己写 这是标准库的functor 我们自己写的functor呢 再回到刚刚这个sort这个例子来 我们自己写的这个也是functor 只要有重载这个小括号操作符 他就适合functor 我们自己写的跟标准库的 有什么差别呢 我没有继承 我是刻意示范的 我知道其实要继承 因为这边有写的 没有继承就表示没有融入 STL整个体系结构里面 我们这门课有个副标题 叫体系结构 所以这一个地方你写好了 虽然可以运作 你放到sort来可以运作 但是如果继续下去 要做某些事情 他就失败了 他没有真正的融合到 所有STL要求的 STL对functor的各种要求 他没有全部达到 在这里是因为 他没有继承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马上要去看 继承或不继承 带来什么重要性 这个就是标准库提供的 他要继承这个 我们自己写的往往忘了 往往没有继承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要继承 这个是functor 所以刚刚在继承的时候 我还带你看了一下 他到底继承了什么 一直出现的就是这个 binary function 再回到上一页看一下 这两个 他继承的都是 binary function 指定三个模板参数 好 原代码在这边 binary function 指定三个模板参数 这三个模板参数到下面来 被重新type define 换了一个名字 换成灰色的这个 这三个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被继承的 刚刚的例子没有出现 但是在其他的标准库的 仿函数里头 是有可能继承它的 这个叫unary function binary function的意思就是 两个操作数 像x加y 这是x和y是binary unary就是一个操作数 的这一种操作 什么是一个操作数的呢 比如说 对于一个东西 你要取它的负值 不取它的否定好了 not 否定 真的变假的 假的变成真的 真的 这个就是一个否定 这种就是叫unary function 这种操作叫unary function 好 这两个 它的共同性质就是 它接受模板参数 并且把参数换一个名字 就这样 它没有data 它没有function 什么都没有 马上回答我 这个大小是多少 这个大小是多少 所谓大小是要看 它里面的data有多少 它没有data 所以大小是零 它也没有data 大小也是零 但这是理论词 实际上可能会是1 不过 如果它作为负类 就有人继承了它的话 那它的大小就真的是零 一定是零 我延伸这个话题 我们讲右边这个地方 STL规定 每一个adaptable function 或者叫funter 都应该挑选适当的来继承 左边这两个 挑一个来继承 例如像下面这样 这个less 它就要继承binary function 为什么它要继承binary function呢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binary的operation 是一个两个操作数的一个操作 所以是要选binary 这个继承 所以这个就变成负类 刚刚我说了 这个是负类 那它的大小就是零 不会是一 一是它单独 你去size of它 你可能得到一 但是那不正确 但是那是理论上 它必须是零 实现上有一些 达不到的地方 编译器 那就不要去理它了 所以这个less 继承左边这一个 对于less而言 没有任何坏处 它大小没有增加 有很多好处 什么好处呢 它就继承了这三个type define 我们在面向对象的观念里头 C++这个语言 在Java 任何其他这种 面向对象语言里头 继承你往往都想到 继承了一些数据 所以子类会变大一些嘛 子类比负类永远再多 大于等于 永远多一些 你把你负类的东西继承下来 你子类自己再增加一些数据 更大一些 我们想到的就是继承数据 我们也可能想到继承函数 所谓继承函数 就是可以调用负类的方形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 要继承type define 但这个技巧 在标准库里面 不止一次的出现 这就是其中一次了 所以回到刚刚我说 less 继承左边这一个 它没有任何缺点 没有任何带来的额外开销 但是这样就表示 less本身有了这三个type define 这一页的标题是说 仿函数adaptable的条件 什么叫adaptable adaptable 这个仿函数 能不能被修改 被适配 这就牵扯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部件 叫adapter 所以 如果你希望你写的这个funter 是可以被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被适配 被调整一下的话 你就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来继承 为什么呢 因为你被adapter去改造的时候 adapter可能会要来问这些问题 这观点不是很像算法要去问 别代器一些问题 很像啊 我们现在先跳过去看 在adapter那边 那是另外一个最后的一个部件 我现在特别针对现在要谈的事情 先过去看看 等一下马上就要讲到adapter 在这个adapter里头 像这样就是在问问题 现在是突然跳到这里来 你可能有些地方看不太懂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个adapter呢 他在 他在 修饰 改造 一个动作 叫operation 这个动作很可能就是刚刚那一个 less 或者greater 比大小的那些 他在问他说 请问你啊 operation 我请问你 你的second argument type 是什么 这一行如果能够编译通过 意思就是 operation 里面 有做这个type 那这一整行也就是答案 我这一段的描述和 我在描述算法与迭代器 完全一样 算法要问问题 迭代器要回答问题 这里呢 adapter要问问题 funter要回答问题 回到刚刚来 funter就是这样子嘛 funter 这个 他要能回答那些问题 他必须继承这里面的某一个 像这个例子是继承这一个 刚刚那一页 我给各位去看一下的那一页 他问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 你的second argument type 你的第二十餐是什么类型 他能不能回答 这里有一个second argument type 他能回答 所以这一页的标题叫 一个仿函数 如果要可适配 adaptable 的条件 是什么呢 要能回答问题 什么要能回答问题呢 他必须去继承 适当的某一个 根据自己到底是一个binary的操作 两个操作数 binary2 或者是unary1 这样的操作来选择继承某一个 我在这边要做一个总结 我们这一小部分叫做仿函数 仿函数 就是一个class里头 有重载小括号 这样的一个class 所做出来的 所创建出来的对象 我们就叫做函数对象 或者叫仿函数 为什么叫函数对象呢 因为做出来的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对象 但是它像一个函数 所以叫函数对象 function object 好 那我们呢 在大大小小很多地方 为了搭配算法 我们就很可能写出这些小小的仿函数出来 这个对很多人都不是困难 也是我们几乎唯一 可以在这六大部件里面的自己创造的一些东西 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创造的 如果是像这样 你没有继承 那么你也就没有未来可被改造的机会 到底是要被改造成什么 这后面会有例子在说 最后一个部件的时候会说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所写的funter能够随辱交融的和STL的整个体系结构融合的话 你就必须选择适当的 适当的某一个这个之一来继承 这样你就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也就能够被适配器 adapter去修饰去改造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部件 adapter的做法 的实作